大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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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 TUN 馬電出來了 看看我們的桌面 我們斥肢四位數 加入了兩個新的器材 來取代我們 已經掉爛了舊的器材 一個叫做電磁爐 一個叫做電套爐 兩個都是市面上最熱門用電的爐 那你說為什麼要用電的爐 為什麼一直都不用明火 是不是害怕啊 不會用明火讓人煮菜 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現在香港的房子通常越來越小 很多時候人們會用 開放式廚房 令到空間感覺上大一點 用開放式廚房 法例規定 你的廚房就不可以用明火的 即是你不可以用煤氣爐 石油氣爐 其實現在有時候有些酒樓 或者茶餐廳 都已經轉了用電爐 其實用電是會省錢 用煤氣很多倍的 所以餐廳都會慢慢轉 當然他們的爐 就不是我們說現在這些電磁爐 用來炒菜 它一樣是用回他們以前的生鐵 但是下面呢 是一個窩型的電磁爐 他們那些 說的是八千火 一萬火 一萬多火 兩萬火都有的 所以他們要求的電力 就會跟我們家裡那些 完全不同 不過我們今天就集中說 家裡用的電磁爐 我們家裡用的電磁爐 大概是兩千火 到兩千八百火中間 為什麼呢 這個數字怎麼算出來呢 我們香港的電壓是220W 其實它最多13A的插頭 就是可以推到 三千鬆一點的電量 所以安全不調製 一個獨立插頭 通常都會出到大概二千八左右 就不會再高了 因為很容易會調製的 有時候有些日本廠出 因為日本的電壓會比較低 通常就是二千火左右 我們手樓上這個 就是一個二千火的電磁爐 還有一個二千火的電圖爐 那究竟這兩個爐 最主要的分別是什麼呢 我們慢慢解釋給大家聽 他們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 變成了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優點 還有他們有自己的缺點 第一個我們說回電磁爐 說明電 還有磁 還有爐 就是用電 令到有磁力 那個磁就會令到 變成一個爐 糟了 又被人扭 準備 那個磁字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他們 某程度上是用 金屬的磁力 就是磁性 來令到鍋變熱 那些電就會在下面的線圈 轉軟軟軟軟軟 那如果它感應到 跟磁有反應的金屬 它就會令到金屬震動 磨擦 令到鍋就會變熱 所以你那個鍋 應該要有鐵的成份 才可以的 最簡單的測試方法就是這樣 你拿磁石出來 如果那個鍋 可以黏住 那它很大機會 在電磁爐上面 就會用得到 那電磁爐用到的鍋 其實有一個自己的logo 你買鍋之前 你要留意看 可不可以用得到 你才去買 這個叫做雪瓶鍋 我在日本買的 它是用鋁金屬做的 就算它的表面都是金屬 它的底有多平 放在電磁爐上面 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我們開了 就算我把手放進去 它這個質地 那些瓷是不通過的 變了就用不了了 另外 太大 太小 都是不行的 因為太大就會爆出來 太小 好像這個那麼小 它就會感應不到 譬如有時候有些鍋 是中間凸出來 兩邊是凹進去的 它的底不是完全平的 它感應到的位置 也是不夠 放在電磁爐上面 也是不會著的 還有它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電磁爐的火力的調教 其實是騙人的 某程度上 你稍後可以聽一出 如果你是用小火 我們現在開一號火 那你會聽到那些D...D聲音的 來吧 準備了 D... 聽到D... 那聲音 停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最低的火力 其實它有一個最低的工作的電量 一直這樣煮著的話 是沒有低火力的功能的 只是會很熱的 那它怎樣可以做到一個低的火力 或者慢火呢 它就是開一下關鍵給你 它是用一個一千零一千零一千零 一千零一千零 來模擬一個五百給你 那它越低火力的時候 中間那個間距就會越長 它當它是一千才著 你想做三百火最低火力的 可能它是開五秒一千火 然後呢 十秒不著 然後再開五秒一千火 那你就會看到那些東西 要是很滾 要是就停了 是一些熬湯啊 熬很慢的東西 低火力的呢 用電磁爐呢 其實效果呢 就不是說真的超級好的 那如果要說呢 它的好處呢 它的好處呢 就是呢 它的效率是比較高的 因為它是用電的嘛 它電傳了下去 就馬上熱的了 那些東西 還有呢 它所有的能量呢 都是直接 去到生熱那裡 光加熱 就等於火 火就有光 光是會用了一部分的能量 還有呢 它不會傳了去其他地方 因為它只是熱過鍋 它就不是熱在其他東西裡 那你可能會覺得呢 因為電磁爐呢 跟我們以前用明火呢 它的效果是真的相差很遠 要留意的東西又很多 它又不可以用很多不同的鍋 那很多東西都用不到 那怎麼辦呢 那所以呢 我們還有另一隻爐 就是這隻呢 叫電圖爐的東西 那它呢 它的原理呢 就跟電磁爐呢 完全不同了 它熱的方法呢 就是呢 令到呢 下面呢 有一條發熱線 那那個發熱線呢 就會產生一些叫 紅外線的東西 就是 那往上呢 這樣燒熱上面的所有東西 包括 你現在看到這塊板 那我們呢 開給你看看呢 你就會明白的了 你現在看到是沒有東西啦 就這樣啦 開著了 好像跟平時的電磁爐一樣 但是你過多幾秒 你看到嗎 開始看到呢 那些圈呢 有一些呢 著了 那你看到這樣呢 你就知道呢 其實那個東西呢 已經是在熱的了 而我這個位置呢 都感覺到很熱了 現在我量一下 在這個距離已經有30度左右了 它的熱呢 是跟明火一樣呢 是向四邊這樣 四方八面這樣去的了 我這裡有熱 那電磁爐呢 的好處呢 就是呢 它呢 跟明火一樣 你放得到下去的呢 都可以放的 甚至呢 它比明火呢 更加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的壁面來的嘛 你的爐頭放不到下去 這麼小的東西 都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它還有呢 燒烤的特性的 我們呢 等一下可以拿出來試一下 那什麼叫燒烤的特性呢 這個電磁爐呢 最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它的熱力 是就這樣直接升上來的 那我們放一個網 其實呢 就可以燒東西吃的了 那相比起電磁爐呢 電磁爐呢 因為它要燒起了這個東西 而且它升溫的速度 不會那麼快 和那麼高的效率 所以相對地 你要等久一點 那我們現在呢 立刻來示範呢 用電磁爐 燒一下牛丸來吃一下 好嗎 哇 已經折了聲了 那好像很棒喔 電磁爐 除了慢一點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缺點呢 第一個缺點呢 就是呢 你用明火都會有的缺點 就是呢 會令到呢 周圍的溫度升溫 這個呢 都是其中之一個呢 為什麼現在的餐廳 會有機會呢 已經轉載用電磁爐的原因 你如果在廚房呢 其實開冷氣是很貴的 因為裡面很熱 煤氣本身會貴一點 二來呢 你開冷氣都要多一點 所以呢 在省錢的角度呢 慢慢呢 越來越多人呢 會轉用電磁爐 那你見到呢 我們燒了一陣 已經焦了 即是證明呢 我們要調小一點點火 因為這麼近呢 其實很熱一下 有一些呢 情況之下呢 你必須呢 如果你是沒有明火 你必須要用電磁爐來煲的 例如沙煲 牙煲 你煲中藥 你煲中藥 你不可以用不手鋼去煲的 另外呢 電磁爐呢 它在慢火方面 是比電磁爐好很多的 它就算降溫 都沒有降得那麼快 即是不會像電磁爐那樣 一關火就完全沒有火 它呢 都要放冷一段時間 才會真正降到溫度的 即是譬如呢 如果我現在不是用很高火力 其實你不知道它會著不著 我們現在開到800 其實是沒有顏色的 只有熱度的 有些人呢 就會辣到 就是因為呢 他不知道那個東西嫌不嫌 電磁爐呢 如果你是開著它 開到最大 把手放進去 是沒有事的 因為手呢 是不到的 那你就不會怕有這個問題 還有呢 因為它沒有detect功能的 即是你即使開著 你走了 跟著呢 因為你沒有上面沒有東西 所以它不會熱 也不會著 而這個呢 你看到呢 我就算拿走所有東西 你是不會知道的 你有沒有關火 你是不會知道的 除非呢 它本身有那些 即是穿多久 就會自動式的 那些安全功能 如果不是呢 它是會一直這樣燒下去的 那你說 好像我這樣買了兩個 就行了 其實是有的 有一些呢 是兩個頭都有齊了 那變了呢 你的靈活度就會大一點 你可以留意一下 有沒有需要買那種 那究竟這個東西有多熱呢 我可以拿一張紙 出來試試給大家看 以下內容呢 涉及危險動作 觀眾呢 就切問無可 好嗎 這裡呢 有一張A4紙 還有一個呢 開到2000度的電圖爐 那我現在已經出汗了 因為其實真的很熱 那你說呢 如果我們不小心 開著了爐 接著呢 你掉了一些菜 也好也好 什麼都好 那會怎樣呢 我們放進去看看 是不是立刻出煙 看到 嘩 幸好有波水 來啊 燒啊 笑飽了 因為它那種危險呢 其實是比明火更加危險 明火你也看到有個火 但這個你是看不到火在哪裏 如果你真的很大頭蝦的人 或者你是煮食經驗不夠的人 其實這個東西是有少少難用 你要留心的 例如剛才這樣 你是一發不可收拾 那時候會很害怕的 油滴進去都會著火的 這個東西 我不試了 油很容易著火的 這個東西剛才是紙的 著火 油滴進去 嘩 很久燒啊 不試 那我們繼續煮食 好嗎 好 那我們示範一下 怎樣在家裡燒牛丸 我們這裡有少少沙茶醬 還有少少糖漿 那你說為什麼不加燒烤蜜糖啊 有沒有人知道燒烤蜜糖其實不是蜜糖來的 蜜糖是不可以高溫的 蜜糖高溫會酸的 燒烤蜜糖最主要的成份 其實是糖漿來的 好啦 那我們也約略說了 有關電磁爐 還有電圖爐的各自優點 我們總結一下 電圖爐的優點就是 慢火會比較好 還有它不選鍋的 用什麼鍋都能燒到 那它又有個不好的優點 不好的優點 嘩 語言藝術 不好的優點是什麼玩法 那它有些缺點 第二個缺點就是 相對會慢一點 譬如你真的晚上煮個公仔麵 你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那用電圖爐你就會很煩 危險的人用起來會很危險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火 其實現在是多大 還有它有沒有燒到 另外的不好處就是 因為它其實是很熱的 那這些你就會黏在這裡 很容易 因為電磁爐低溫很多 所以這個現象沒有那麼明顯 那接著到電磁爐了 它的好處就是 傳熱效率高 它會快一點 沒有那麼危險 周圍的室溫 又不會升降得那麼高 那它的缺點就是 慢火的時候會很差 還有相對的火力沒有那麼均勻 因為它的線圈看它怎麼排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自己在家裡吃牛丸 不要放雞翼下去 雞翼滴油 再加火力大 那你真是明火燒烤的 OK 就是這樣了 兩邊都有人用的 兩邊都沒有贊助 兩樣東西都沒有人贊助我 OK 明火也沒有贊助我 電磁爐也沒有贊助我 電銅爐也沒有贊助我 電銅爐也沒有贊助我 利益申報 吃牛丸 好吃 更加最重要的 價錢 價錢 一般的電磁爐 單頭的 通常都下千元 電銅爐也是 電銅爐更加是 除非去到陷入式那些 才會去到幾千元 過一千元那些 就很特別例子 好像我掉爛了那個 掉爛了那個是二千元 因為那個 它的低火力是不會不停開 開一下開一下 而且它的線圈 密度是比較高些 變了出來的火力會比較均勻 這些爐呢 都是幾百元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 自己選擇喜歡的品牌 好嗎 好 今集就到這裡了 記得Like、Facebook 訂閱 喜歡的 會員讚 完全跟不上去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都會有新片 那有什麼呢 有關廚具的 不貴的 我們可以買來試一下 一起說一下 有什麼好用啊 不好用啊 就是這樣了 下次再見 拜拜 講完一個 你需要知道的 如果你是媽頭電磁爐 或者是媽頭電圖爐 媽頭爐的火力 它標誌的火力 不是你兩個同時開兩個都有的 電磁爐 寫著3000火 那如果你開了兩邊 其實它會分薄了 你只可以一半一半 或者一邊高一點 一邊低一點 來去分那3000火而已 那變成你兩個都要很大火力 你就要考慮一些 家裡要拉那條電 買一些類似三相那些 一般人家裡 很少有機會有的 電壓不同的 除非你住村屋 或者你家裡有一些很厲害的熱水爐 你才會拉三相電 變成如果你真的要兩個都很猛火 你就要自己想 就是這樣了 好 拜拜